接下来的旅程 我们将翻越一座小山 遥望滚滚长江之上 万州尽度 登上岸边最古老的灯塔 寻访两位长江里的老朋友 长江 中国第一长河 中国五分之一的大地 都能得到它的滋养 自西向东 奔腾五千多公里来到下游 迎面遇上这座微型小山 它曾与对面的石鸡连为一体 数百万年的地壳运动 江水冲刷 中间的土石消磨殆尽 只有小孤山依旧坚守江岸 为长江引航 沿江而下 八十多公里外的这座佛塔 曾经是长江边最醒目的建筑 古时 人们在江边建造的佛塔 大多兼有导航功能 四百多年前 阵风塔驻立江岸 顶层的灯光长明不息 引渡进港的航船 二百多年前 一些安庆戏曲艺人告别阵风塔 四海谋生 没有人想到 他们最终竟然将故乡的音律 畅响京城 灰斑进京的结果 更造就出一个新的剧种 京剧 水运的发达 让长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水上交通走廊 是串联起十一个省市 从沿海地区向内陆推进的重要经济带 开阔的江面成为天然的水上公路 这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核第一的黄金水道 铁路与公路运来的货物 汇集江边 集由枢纽口岸 通江达海 连接世界 今天 船只是长江下游黄金航道的主人 但过去的数百万年中 这里都是江屯的乐园 这种小型淡水屯 在长江干流中仅有四百余头 已属于极微物种 在大通古镇 一处江屯庇护所 设立在沙州与江岸的夹江里 基地里的美头江屯都享受两身定制的一日四餐 现在是他们惬意的下午茶时间 经过近二十年的精心养护 共有七头小江屯在这里出生 未来某一天 也许我们会在更广阔的长江里和他们相遇 长江下游 又名杨子江 杨子鳄 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鳄鱼 却被冠以大江的名字 有时 这些古老的生物 也会展现另一种壮观 阳光晴好的午后 杨子鳄集体晒太阳 可以铺满摊地 他们曾遍布长江中下游湖找 却一度几尽灭绝 今天 一万六千条杨子鳄的庞大家族 扎根繁育中心 经过野化训练 他们也将离开这里 放归保护区 重新到自然环境里 繁衍生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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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